沈玉宁,你可小贱蹄子,你是吃了雄心豹死胆了是吧,竟然敢打你大哥,你赶紧给我滚出来。 阿宁,是大伯母,是坏女人来了。 大伯娘,沈玉宁微微醋眉,瞬间便知道了外头叫骂着的女人是谁。 刘贵英,原身的大伯母,平日里嚣张跋扈,对他们一家更是极差。 阿宁不去,会被欺负,疼。 阿湛放心,他不敢动我,你照顾好瑶瑶和小成,剩下的事交给我就是。 这青天白日的,哪里来的野狗乱叫,真是烦死人了。 沈玉宁前脚出来,后脚齐站也拉着两个孩子出来了,却是没敢进身,就站在堂屋的门口警惕地看着他们。 诶,我说沈玉宁,最近我是不是给你脸了?你竟然跟我这么说话了,你眼里还有没有我这个大伯母? 有没有大伯母可不是你说了算的。 接着沈铁生欺负了齐站,还打了小成。 我告诉你们,要是他不道歉,我手里的板砖可不长眼。 到时候给他脑袋砸个窟窿出来,可别怪我。 玉宁,今儿你大哥过来借东西没知会你,是你大哥的错,但你也不能揍他呀。 这都是亲戚家人的,打断了骨头,可还连着尖呢。 再者说,这事儿要是传出去,只怕大家都得说是你这个当妹妹的不是。 是,说话的是沈铁生的媳妇,沈玉宁的嫂子李瑞湘。 别看他这话说得冠冕堂皇,但数他最坏。 借东西?嫂子可真是会说话呀。 那么敢问嫂子,若是改名儿我也像大哥这样去你们家借东西的话? 不知道嫂子会不会借我呢?